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一个难倒古今的难题 男人的困惑是不要让 他在妈妈和另一半之间做选择 婆媳矛盾引发的情感纠葛 看看图雷老师怎么说 讲情也要讲理 如果只有理没有情 那叫无情 如果只有情却没有理 那叫烂情 你很显然刚才在你们所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是非对错嘛 是吧 第一 没过门不要住在一块嘛 第二 母亲把别人的衣服洗坏了 是谁的问题 就是母亲的问题嘛 图雷老师说的 就算是婆媳关系 也要先讲道理再讲情面 不能是非不分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我了解一下今天的主人公 男主人公小杨来自湖北 32岁的他是一名金融销售 女主人公小刘同样来自湖北 29岁的他是一名化妆师 两人在一起已经一年多了 双方都想着跟对方结婚 但却被突如其来的准婆婆打乱了生活 因为我父亲走的走 也没人管我 也没人疼我 我母亲是寒心如苦把我拿扯当 我妈从来就会说 只有你妈 你才最亲的 才最疼你的 才最给你心的 我就对我妈说 等我能挣钱了 我一定要好孝顺你 她娶了媳妇 别人都娶了媳妇 忘了娘 我你放心 我娶了媳妇 跟媳妇一块来孝敬你 小杨的一番话说明 妈妈在他心里的位置 没有人可以撼动 不过确实也难怪 妈妈那么早就守管 含心如苦不容易 确实应该好好孝顺 这是作为一个男人 必须要做的事情 女孩也知道男友的不容易 也很愿意体贴男生 接着赵川主持人问到女孩 因为二人世界习惯了 突然把妈妈接过来了 并且没有跟女友说 这确实是男生没有做到位 第一次见婆婆 肯定要有准备才好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人不淡定了 因为小杨和小刘恋爱一年多 都没有跟妈妈提过女友的存在 这女人的位置 孰轻孰众一目了然 通过这两人的这样相逢 都给对方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象 女友本来也是好心 看婆婆刚来到城市里面 就想着带婆婆出去 吃一顿好的 可没想到婆婆的回应 却是 指责女孩乱花钱 花钱大手大脚 这才见面第一天 就给了女孩下马威 本想着表现好一点 没想到去惹来婆婆的白眼 可能老人从小到大 都是省吃俭用 不想浪费儿子钱 可接下来女孩暴露出 那花钱之后 她就把工资卡给她妈妈了 谁的工资卡 她的工资卡 以前她妈没来 就交活手的 她妈妈来了之后 就把钱交给她妈妈了 然后我跟她 出去吃个饭了 看个电影了 她妈还不高兴了 婆婆一看就是狠抉择 刚住进来 就已经开始拿捏住儿媳 现在还把财政大权握在手里 两人看个电影 外面约个会 都需要报备 还会给脸色不高兴 就算女孩怎么做 都被鸡蛋里面挑骨头 有一次很冷的天 开着男友的车去买菜 也被婆婆说 车子废又不让开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婆婆 这日子确实很难过下去了 接着女孩说到自己的裙子 衣服 放在洗衣机 然后她妈妈也不问一下 就全部活在一起洗都染色了 然后我 一件真实裙 再也不能穿了 那件衣服对我来说很重要 是我跟她 想念一百天 她送给我的礼物 这个裙子对女孩有多重要 被婆婆弄坏了 委屈的女孩现场就哽咽起来 看着多让人心疼 这要是被女孩的妈妈看见 被婆婆这样欺负 还会让她嫁吗 这还没过门 就这样欺负女孩 接着男子要为妈妈打抱不平了 但是缓解不了是吧 对还当她妈和我 能让我擦个嘴巴 咱不能光听她说 是吧 只能好我欺负她是吧 当时小区物业来到家里收费 男子妈妈嫌贵 和物业顶撞争吵 然后妈妈就被物业打了 虽说物业不该打人 但一看她妈妈也不是擅长 肯定说了难听的话 本来一个老太太 应该受人尊敬 但不应该是老人就可以无端骂人 当时的男子正在出差 她就怪女孩为什么没有照顾好妈妈 上年纪的人 保安打你妈 物业这一块 物业打你妈 你妈被物业打了是吧 避免这些矛盾了 你没去找物业 我找物业 后来我就想问为什么打我妈 她说 我妈说这位辣鬼 这乱收费 那乱收费 完了那个保安骂她乡乡人 那乡乡老太太懂啥 后来我妈急了就跟她操 结果就动手了 我妈动的手是不对 那不对你也不能打打恼人呢 是吧 原来是她妈妈先动手推物业的 然后物业才还手 确实不应该对老人动手 应该等混账 儿子回来后再解决 但男子却把这件事 全部怪女孩头上 通过这件事 男子认为女友不靠谱 此时的主持人 听不下去了 明明是老太太自己的错 明明是做儿子的 没有管好老太太 却怪在了女孩头上 现在我一瞅着她 我又想起我妈 我就来气她了 你是气你妈还是气她 我气她 还是气你自己 我气她 你那件事不能让我 等等等等 我还是 我问她 保安把你妈打了 你这做儿子都做了些什么事 我想听 怎么靠谱 你靠谱吗 我怎么不靠谱 你不靠谱 让你妈被别人打了 你还靠谱 你儿子做的还合格 你妈被打了埋怨女朋友 你不窝里横吗 我中规一句名言 千年媳妇熬成谱 熬 没别的方法 赵川最后还给出了一句名言 千年媳妇熬成谱 自古婆媳男相处 关键是看儿子怎么做 明显女孩和准婆婆的现状 是不能和睦相处的 最为男人没有做到好的桥梁 都说会做的男人两头蛮 不会做的男人两头转 而男生却一味站在妈妈这边 完全不顾及女友的感受 这样的爱情和婆媳关系 真的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赵川把两人的难题 交给了嘉宾老师来解决 首先出场是是余伯洪老师 男人没有对女友有最起码的尊重 面对历史上最难的问题 摩棱良可回复老师 但从语气中可以看出 他站在妈妈这边 就拿工资卡来说 妈妈一来就交给了妈妈 男子本身就是挑起矛盾的导火索 虽说是孝敬母亲 但却无端增加了女友对婆婆的敌意 孝顺这个词百善孝为先没有错 但要是太顺着母亲 那就是问题了需要掌握好方法 接着是余伎静老师犀利的点评 看到的是一个提前版的婆媳之战 我一直认为婆媳的关系呢 男人其实起到一个主要作用 那么婆媳关系不好呢 首先做一个男人呢 多想一想我还能做什么 我还欠缺什么 当然我看到孝顺的小杨 爸爸走得早 妈妈把你寒鲜如养到大 小杨孝顺母亲没有毛病 但是因为妈妈从小失去了丈夫 小杨就想给妈妈补偿这么多年的不容易 满眼都是对妈妈的心疼 但这种感情在女友这边 就会显得不舒服 在爱情当中可以孝顺 但同时也要多包容自己的另一半 她可是跟你妈妈没有关系 也为你们两的结合 才会对婆婆一忍再忍 作为一个婆婆 从年前的时候就知道 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容易 何必处处刁难未过门的儿媳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呀 更应该和未来儿媳 好好经营好这个家 让儿子专心打拼事业 给到女孩的建议就是 如果想跟男生继续在一起的话 就要学会以柔克刚 于季竟分析的挺不错的 接着是压轴出场的 涂雷老师点评 你不能用一种更婉转的方式 去把这个问题既说了 又让对方吓得来谈 我就最讨厌这个 涂雷老师果然没有 直接从矛盾开始说起 而是使用例子来加一点名 婆媳关系本就是 难道千千万万家庭的难题 很多人认为不要跟家人讲道理 只讲情面就行了 主要是家庭成员和睦相处 但涂雷老师说 讲情也要讲面 如果只有理没有情面 那叫无情 如果只有情却没有理 那叫烂情 你很显然刚才在你们所住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事非对错 是吧 第一 没过门不要住在一块 第二 母亲把别人的衣服洗坏了 是谁的问题 就是母亲的问题 对于男生来说 跟妈妈生活这么多年 可以忍受或者顺从妈妈 就算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 但是出来乍到的女孩 凭什么要这样忍气吞声 有对长辈的尊重和礼貌就够了吧 所以就算是其他女孩 刚进南方家门的时候 最起码要讲清楚道理 在讲情面吧 任何事情 都应该先分对错 再去讲道理 涂雷老师说出了 男女之间相处的底层逻辑 不论是说遵循这个道理 去待人接物 最后的结果不会太差的 接着赵川高低也得整两个 见人智者见智 我是觉得 婆媳只要处不好 既不是婆婆的问题 也不是媳妇的问题 就是儿子的问题 是你既嫁喻不了你妈 也嫁喻不了你媳妇 我要挣钱 我要给她好生活 然后来了以后 把妈妈往女朋友怀里一推 你帮我伺候着 我是孝子 你照顾不好是你的问题 我妈被人打的是你不在家 你让别人去替你尽孝 然后你说你是个孝子 这讲理嘛 赵川说到没有毛病 照顾妈妈是儿子自己的事情 关女友什么事 婆媳之间有矛盾 大多数就是儿子没有做到位 最后男子表示自己不可能 让妈妈出去住 女友也表示自己不愿意 再和这样的婆婆住一起 而男生明显两个女人都不能驾驭 最后两个人都没有走出大门 也许这个婆婆以后经过这件事 会认清自己的错误 或者她还是明顽不灵 就是要处处针对未来而袭 这就看他们自己能不能 认识到自己的人生观了 不敢怎样祝福他们 各种安好早日找到幸福 也祝屏幕前的你婚姻爱情美满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